大威胁!张本志和击败马龙季级,日本天才和中国国手已经平分秋色。 在此前日本公开赛男双的比赛中,日本本土组合张本志和云木造勇人在比赛中上演绝地翻盘,让在场的日本观众兴奋不已。 在比赛中他们被跨国组合一度完全压制,很快就以0比2落后只差一步就要被淘汰。 这个时候日本组合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,连赢三局晋级八强。 日本神童张本志和在之前的采访中毫不掩饰地说,自己希望能够在日本本土拿到冠军,并且击败中国的选手马龙。 要知道马龙是中国参赛的最强男选手,并且今夜张本还做到了。 而在南双比赛中,张本志和也渴望能够夺得冠军为日本争光。 张本志和云木造勇人随后遇到了中国唯一一对南双选手,梁敬坤和周凯。 和日本组合相似的是,梁敬坤和周凯组合也是在苦战五局才进入八强的。 梁敬坤和周凯是中国队唯一一组参加本届日本公开赛的南双选手,可以说他们冲击南双冠军的难度不小。 不过在面对张本志和和沐造勇人比赛中,中国组合没留情面,三比一战而胜之。 应该看到,中国选手在面对张本志和时,已经不能说确保全胜了,而是忽悠胜负。 已经连赢樊正东,张继科和马龙的张本志和,已经是我们的心腹大患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明镜与点点栏目. iche'连考虾